最近一名韩国女性在美国乘坐飞机的时候 遇到的事情让拳王炒翻天了 今天给你们唠一唠 大家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观点 故事的主角就是Soda 黄素希 她23岁接触DJ行业 目前是韩国人气最高的女性DJ之一 她曾经获得世界百大女DJ的第33名 还有这亚洲最辣DJ的名号 有上百万的粉丝 因为名气越来越大 所以她经常要飞到海外进行巡回演出 最近Soda就一直在美国巡回表演 需要在各个城市之间飞来飞去 4月26号她搭乘飞机 准备从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飞到洛杉矶 然而起飞之前 她却突然被赶下飞机了 当时她已经拖运完了所有的行李 过完了安检 坐到了飞机的商务舱 然后空车人员已经给她上了一杯饮料了 要求她扣好安全带 所以就等着起飞了 但是突然有一名空车人员走过来告诉她 说你收拾一下行李吧 下飞机 Soda有一脸懵 但是空车人员在飞机上也没解释啥 所以Soda就只能先跟着下了飞机 回到行站楼工作人员她告诉她 说这个机组人员认为你穿的这个运动裤不合适 令人反感 所以要求她换下一班飞机乘坐 Soda当时就惊呆了 不过咱有一说一 她这裤子上印满的字的确不是啥好词 但是之前几个月她经常穿这条裤子参加巡演 出入公共场合 也曾经穿着搭乘飞机 从来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这条裤子是她的赞助商 美国著名潮牌赞助给她的 这家潮牌我之前还给大家分享过 就是那个树中指的猫 Rip and Dip 她家风格就是这样的 那因为Soda也算时尚达人 所以经常会有服装品牌赞助她 希望她能够在公开露面的时候 多穿上自己家衣服做个宣传 这次Soda却因为这条售价80美元的裤子 被赶下了飞机 可是Soda当天在洛杉矶安排了 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 就没有办法改签 也没有办法延误 于是Soda就苦苦地哀求工作人员 是否能不能够通融一下让她留在飞机上 但是不行 她有提出来说能不能去洗手间换一身衣服 但是工作人员还是拒绝了 接下来就有点魔幻了 Soda因为不能错过这班飞机 工作人员又绝对不松口 她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了那条裤子 当时Soda只穿着这一条长裤 Soda后来自己非常愤怒地在社交软件上说 说我的手指不小心骨折了 所以任何动作都非常不方便 但是他们还是让我在所有工作人员面前脱掉了裤子 半裸着站在那 苦苦哀求他们同意我搭乘飞机 而且他们还出言讽刺我 说早点脱掉裤子不就好了吗 所以最终是Soda的朋友出面交涉 让工作人员允许他把裤子翻了个面 去把里边翻出来穿 延误了一个小时之后 他才终于坐上了那个飞机 在接下来六小时的航班中 他都感觉到羞愧和恐惧 浑身都在发抖 这事曝光之后 网友立刻分成了两个阵营 一边觉得航空公司维护自己的规定 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就觉得Soda的确不合适 不礼貌是活该 不值得同情 穿衣服应该分场合 飞机上可能会有小孩啥的 就乘坐飞机就应该遵守人家的规定 保证别的乘客不受到冒犯 还有一些人就觉得 Soda的确不合适 航空公司但也不该这么做 尤其是当众逼他脱裤子 而且人家提出来愿意换裤子了 为什么不能同意他去洗手间换呢 还有人说 飞机明明可以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比如拿个毯子帮他遮住什么的 其实美国航空公司之前 也有因为旅客穿着不当 拒绝其搭乘的新闻爆出来 2021年7月的时候 土耳其运动员被美国航空公司拒绝搭乘 因为觉得他穿的运动纹胸和牛仔短裤 穿的实在太少了 2022年1月 就今年1月份 美国航空公司禁止了 环球小姐奥利文雅卡尔伯登机 理由他穿的不够得体 最后他只能将外套换成男友的衬衫 才得以登机 此外其他航空公司也有类似的新闻 2020年1月 外套里边的低胸衬衫 那个低胸实在是太低了 2021年9月 阿拉斯基亚航空公司拒绝了 33岁的说唱歌手雷琳·霍德登机 因为他的上衣 没能够遮盖肚脐叶 露出了自己的肚子 这大多数皇公司都有自己的规定 只不过这些规定只说了 你必须要求穿着得体 也不允许穿着令人反感的衣服 或者穿对其他乘客 造成不合理的冒犯或者反倒的衣服 但是他们也没有明确说 究竟什么样的衣服 才是不合适不得体的 所以关于这件事呢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